的确死亡人数似乎有持续在攀升的迹象 包含像是昨天单日就新增了13人死亡 其中也包含了民进党立委何志伟的前助理 何志伟就说了他经营前助理呢才40多岁 但是他在25号快筛时候呈现了阴性 想不到隔天突然走势 事后呢才确诊 但是他说夸张的是密切接触的家人 居然没有被匡列隔离 但是前天快筛 重重叹一口气难掩悲伤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前助理 惊传网生消息 人走后才被验出体内有五肺病毒 我一接到这个噩耗的时候 心里面打击非常的大 也很错愕 更是难过 在过去的几天的时间里面 他就是像感冒一样 然后有发烧的这些症状 那去塞居然塞不出来 44岁的前助理25号快筛阴性 原本以为只是一般感冒 想不到隔天就离世 夸张的是密切接触的家属 竟然没被匡列 痛批地方政府没作为疫情延烧 万华也有李明投诉里长 接获民众求助 说一家三口染疫 没想到却疑似被要求封口 导致就医延误 妈妈甚至病危 里长驳斥消息进一步秀出对话记录 表示自己这段时间一直有在关心确诊李明 并且提供民生物资 19号接获李明确诊 20号就协助同保送医 绝对没有不理会跟要求封口 疫情当头如何处置确诊个案 跟接触者成为一大难题 记者综合报道